疫情升級 只要確診數亦有風吹草動 大賣場裡立刻擠滿人潮 民生物資搶成一團 但不管買多少 最後經所結帳的 都是櫃台的收營人員 他們動輒一天接觸上百人 染疫風險極高 紀律部現在就打算跟中央爭取 讓新竹以北賣場的 第一線收營人員優先打疫苗 可以 我覺得很好 我們超商人員是24小時營業 每天接觸的客人都滿多的 政府這個政策對我們來講 是樂觀其成的 經濟部考量第一線收營人員 染疫風險本來就比一般人高 新竹以北的疫情狀況又多 如果後續疫苗到貨充足 屆時若要分批接種 就希望人替北部第一線收營員 爭取優先施打 新竹以北賣場第一線收營人員 出估大約有5萬人 不過根據統計 全台四大超商超過一萬兩千家 若想要新竹以北優先接種 應該超過6000家 每間門市5人來算就超過3萬人 這還不包括大賣場員工 5萬名額恐怕杯水車薪 各行各業都希望能打到疫苗 兼顧工作和安全 但順序和數量怎麼安排 又再度考驗政府智慧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報導